柯文哲要送給金華城840%的容積的時候 你是有在便當會裡面的喔 你是聽到議員陳情 而且聽到市長要把這個案子重新送交都八局 然後指示到都委會去做決策的 你有沒有問 你有沒有阻止過柯文哲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如果有 那告訴我們大家 你有 如果沒有 請問黃珊珊 你是故意視而不見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還是你是樂觀其成 而且我也要問問 黃珊珊到底金華城 有沒有跟你個人澄清過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再掀出的是 2020年3月10號的便當會議 當時黃珊珊也列席會議中 民進黨員簡書培質疑了 黃珊珊她自己是律師 也是21年的議員 會不知道金華城案有問題嗎 當會議員的陳情便當會裡面 也提到了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那這還是被解讀說 它是個關鍵的轉折點 而其中黃珊珊也列席其中 那是被質疑說 她在這個整個金華城的案子 取得這麼高容積獎勵的狀況當中 是不是也扮演關鍵角色呢 之前這個蔡壁如也有提出質疑說黃先生是律師 卻沒有在相關文件上面留下自己的簽名 難道是在明哲保身嗎 今天議員也有再加碼的質疑 帶您來聽 柯文哲要送給金華城840%的容積的時候 你是有在便當會裡面的喔 你是聽到議員陳情 而且聽到市長要把這個案子 重新送交都八局 然後指示到都委會去做決策的 你有沒有問 你有沒有阻止過柯文哲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如果有 那告訴我們大家 你有 如果沒有 請問黃珊珊 你是故意視而不見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還是你是樂觀其成 而且我也要問問 黃珊珊到底金華城 有沒有跟你個人澄清過 好 可以聽到黃珊珊現在是被指控說 和金華城有非常多的這個關聯性 都需要對外界來清楚的做說明 而民眾黨這個相關的財務爭議 在這個總統大選期間是非常多的問題 而其中又被爆出一家 包含了之前在競選期間 柯文哲和這個網紅草爺曾經合作來拍攝夾娃娃的影片 但是現在是被指出 這個草爺和民眾黨相關的公關公司來合作 但是爆出了金錢糾紛 但因為當初的這個公關的公關公司的窗口 現在是都已經離職 也找不到人可以再來協助 那現在整個爛帳是越來越多 爭議也是不停的再被抖出來 好 來看到網紅寒羞草日記的草爺 他的喬娃娃娃的這個副業做得不錯 但不過最近呢 因為跟柯文哲相關的公關公司 合作抽手機活動爆出了糾紛 原來這次有民眾呢 沒有收到手機要求要先匯 這兩千多塊錢的錢 結果呢沒有想到這主辦單位呢 扣了稅金之後最後收到商品 竟然是柯文哲的競選文宣小物 收到這樣的東西呢 讓他們大呼是不是受騙了 曹爺得知之後最後是自掏腰包 他買手機給粉絲 那麼事後呢 他說心情受影響 最後夾瓦機店的這個副業 最後也是收攤 但是呢我們來看到 這也讓這個民眾黨的資深黨員 網紅張喬瑜他炮轟 在群組裡面開嗆了 向陳志涵夫妻來宣戰 他說這個危機處理真的太過離譜了 他正式向陳志涵夫妻來宣戰 這樣的對話內容也曝光 我們就進一步來看到呢 在他的文章裡面寫到什麼 他說也沒關係了 他說這個我的個性到最後呢 去挺民進黨也行 把所有呢跟柯文哲的人 越推越遠 最好都得罪光光 他說第三勢力沒落的話 就回歸藍綠而已 他說沒差 話講得很重喔 看來也是不忍了 另外繼續來看到的一樣 真的是 四茶貓他分享總統大選 在三大競選辦公室幕僚的薪資前20名 好 為什麼要分享這樣的文章呢 是因為在這之前 陳志涵的破文就寫說 這樣子的一個造謠數據 查也不查個仔細 所以現在四茶貓呢 就PO出了這篇文章 說他真的去查了 其中他說他查到薪資 前幾名當中最高的就是陳志涵 他說呢 這個陳志涵五個月總共零一百多萬 平均每個月都是二十萬元的薪資 但是這也讓陳志涵呢相當生氣 他說不同的工作環境 天差地遠的業務被繳在一起 他覺得是公然的霸凌 那麼四茶貓也發文 他說感謝陳志涵 他說謝謝志涵姐到處放火 讓我通告滿滿賺寶寶 兩人因為薪資的問題 現在也再度槓上 那如果說到了 克文哲在昨天的行程是跟蔡壁如呢 一起參加了創業論壇 遠在台北的 妻子陳佩琪的發文 倒是引發了討論 原來他是PO出了一張自拍照 他抱怨說生日蛋糕被偷吃 但是大家關注到的 是在裡面 鏡子裡面反射出來的這個影子呢 柯文哲拿的手機看起來在掌勁 但是大家好奇的是 他有穿褲子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同光前立委蔡壁如 18號一同到台南的黑橋白博物館參與創業論壇 在活動會場中兩人雖然有不少互動 不過由於沒有開放媒體採訪外界不得而知他們的談話內容 而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曾經多日後終於發文表示自己生日當天 柯文哲很晚才回來 而且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 就去冰箱拿蛋糕出來切 原來一整個圓圓的蛋糕 前一天已經被他剋掉一半 讓他相當生氣 而在貼文下方 陳佩琪附上一張自拍美照 不過照片卻被眼尖網友發現 透過右上角的玻璃反射 可以看出疑似是柯文哲拿著手機掌勁 不過看起來像只穿了白色內衣加內褲 對此政治評論員吳靜怡也在Dreads上發文 要大家一起來找查 照片曝光也引發網友熱議 好奇他到底有沒有穿褲子 也有人說潮水都退多久了 阿伯還沒找到褲子嗎 柯文哲近日捲入政治現金風暴 所有的一舉移動也都成為外界焦點 民眾黨在明天要召開中評會 要這個時任總幹事的黃珊珊 到底會不會被開查 當然備受關注 那柯文哲要求黃珊珊負責善後小組 強調說這跟中評會是互相獨立的 但是黃珊珊跟戴麗玲關係是緊密 那麼柯文哲又讓她負責善後 黨內雜音難以消除 那林濤甚至喊話柯文哲說如果質疑要全黨 胡珊珊恐怕會讓民眾黨繼續施血 黨內隊有聲音邀請你 你開嗎 面對鏡頭簡短說謝謝 其他一律不回答 民眾黨假賬案風波延燒 不少人把矛頭指向黃珊珊 黨中央預計下週二開中評會 該不該開閘 柯主席似乎先下指導期 我昨天也有找黃珊珊來講 我跟他講說辭職最簡單 屁股拍拍就走路了 現在整個善後小組還是你要來負責 當時你是總幹事 那現在出事了 這些查障還有相當多的數量 必須要在監察院的登陸機場去更正 強調辭職很簡單 但問題沒解決 點名黃珊珊扛善後 善後小組這是行政的事 中評會懲處那是他們另外 這兩個是互相獨立的事件 誰的責任誰就去把它扛起來 把它做好 這才是負責人的態度 重申善後小組與中評會 兩邊互相獨立 而事發後曾公開表示 要黃珊珊負責的宜蘭黨部主委 陳婉慧 中元節臉書再發文 親閑城 遠小人 似乎話中有話 畢竟身兼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過去與時任 你要負責人戴利林 也有好交情 若輕輕放下 黨內雜音 恐難消除 柯文哲主席應該好好思考 如果執意全黨 護三三所託非人的下場 就是讓民眾黨繼續施血 政治上面有要跟黃國昌抗衡 也有另外的原因是 因為他如果開閘了黃珊珊 可能會引起的政治的後座力 是他無法承受的 黃珊珊被視為柯文哲左右手 加上立院黨團也列有人抗衡 一旦輕易開閘 能不能承受 又是另一回事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那麼柯文哲昨天到台南參加 蔡壁如主辦的創業論壇 那麼蔡壁如沒到門口迎接 恐怕就是因為民眾黨爆發的假葬儀 後 柯文哲對黃珊珊態度被質疑 是不是對跟蔡壁如是大不同 那也被問到黨主席是不是雙標 他則是沉默很久 他要大家去問柯主席吧 認真聽解說 柯文哲和蔡壁如台南同框 參訪香腸博物館 但主席快步走在前面 兩人零互動 就連要離開都出現尷尬場景 謝謝謝謝 柯文哲一上車就坐在靠門邊的位子 發現蔡壁如也跟上 這才挪到旁邊 似乎不知情兩人要同車 就連在車上互動一樣冷冰冰 而公開活動小草門力挺 也有抗議民眾高舉 木可你不可手板唱蝦 柯文哲詐騙集團 眼看支持者怒火難平 遠離風暴圈的蔡壁如連日發聲 槓上黃珊珊 畢竟對比論文門 豁速請辭兩樣情 蔡壁如一開口就很酸 有人說這個是黨內兩個女人的戰爭 兩個女人是陳志涵跟黃珊珊 跟您 我在這個外圍 一樣嘛 然後假日就不回應這樣的新聞 會不會覺得主席 就是在論文事件有這個雙標呢 這應該去問柯主席吧 談起柯主席 對黃珊珊態度大不同 蔡壁如沉默許久才開口 其實他也沒有離開黨中央 他還是 他今天去的那個活動就是 他是在組織部底下 那個創新創業委員會 他還是監主委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黨部去的 因為我覺得一個 小黨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是應該要有人到各個地方去開支善業 民眾黨面臨創黨以來最大危機 不少網友到蔡壁如社群留言 祝回宮順利 請當下一任黨主席 蔡壁如通通婉拒 畢竟深知柯主席差別待遇 唯有打好在台中根基 未來才有籌碼替自己爭取 三連新聞 麗博和王愛德 SN小組 台北台南報導